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是知名度很高的实力歌手 他们都有很多代表作 很受观众欢迎 所以每一次导师开场表演都很受关注 今年也不例外 而且因为新增了见证人刘德华 对今年的开场表演更加关注 很想知道刘德华参不参加开场表演 而从网传消息来看 今年首期开场表演 四位导师还是互唱对方的歌曲 李永浩演唱梁静茹的歌曲《勇气》 《勇气》是梁静茹的代表作 是一首积极向上的疗伤情歌 也是一种爱情观的体现 当年《勇气》一出就唱遍大江南北 又因为《勇气》跟唱成了很多人在KTV的弊点曲目 而李永浩也很擅长唱情歌 他自己的原创作品中就有很多情歌 所以李永浩很适合演唱勇气 到时候在李永浩的演唱之下 应该有很多屏幕前的观众跟唱 梁静茹演唱李克勤的歌曲《月扮小夜曲》 《月扮小夜曲》是李克勤的代表作 是一首七楚动人的歌曲 歌词直抵人心 讲述着一个让人动容的故事 这样的歌曲很适合梁静茹演唱 挑战也有 因为这是一首粤语歌 考验梁静茹的粤语发音 李克勤演唱廖昌勇的歌曲《往日时光》 唱《往日时光》的歌手非常多 而廖昌勇的版本让人印象深刻 说起这首歌曲很多人会想到廖昌勇 但这首歌曲并不是廖昌勇原唱 为什么不选一首廖昌勇的原唱歌曲 或许是因为《往日时光》更贴近流行唱法 而廖昌勇的其他歌曲偏美声 毕竟廖昌勇是男中英歌唱演员 他原唱的歌曲《流行歌手》未必驾驭得良 而《往日时光》虽然也不容易唱 但李克勤是实力歌手 他的音乐风格多种多样 驾驭这首歌曲并不难 廖昌勇演唱李永浩的歌曲《爸爸妈妈》 《爸爸妈妈》是李永浩的代表作 非常感人 在去年《好声音》李永浩站队的学员 也演唱了这首歌曲 反响也很好 但这是一首流行歌曲 而廖昌勇是男中英 很好奇他会如何诠释 除了四位导师 见证人刘德华也会参加开场表演 只不过并不是在现场 而是通过云录制现场 而现唱的歌曲都是刘德华的代表作 《来生源》与《爱你一万年》 这两首都是家喻户晓的歌曲 因为旋律简单 容易跟唱 被很多人喜爱 所以刘德华在唱这两首歌曲时 应该会有很多观众跟唱 总的来说 《好声音》首期开场曲 惊喜满满 尤其是刘德华的现场 很期待好声音的播出 当然以上都是网传消息 准确性不能保证 准确信息以官宣为主